好,小米聊天,跟大家聊天 早前我说过这个罗家英事件 他悼念完英女王在香港之后 就被国内人士封闭吵架 然后他们自己要低头 认错了 我想短时间了,家英哥都不敢出来铺头了 因为你是跟大陆人交代了 你跟香港的市民人是怎样交代呢? 不过你知道英女王是一个威力相当之大 很多人都感动 现在刘嘉宁也有写了一篇文在Facebook 写完之后又被网民被骗得飞起 这也很糟糕 刘嘉宁也是 其实写了挺真实的 自爱的伊丽莎白女王 自爱莫优秀的女性 在信息万变的社会长治久安 他那些微去是我们这时代无法替代的损失 写完之后呢 我不知道他在Facebook上写 他没得自己微博写 他已经很聰明了 他都知道这些东西写一张微博也很糟糕 他在Facebook上写了 神不知鬼不改 Facebook在国内应该是禁止的 你要翻墙才能看到的 是吧? 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这段消息呢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些糟糕 现在就转载了回大陆 那么很多人的网民呢 就 都挺疯狂的 一疯狂的 抹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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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厉害啊 就是说英雷王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有些人都怕了 又很喜欢你啊 刘嘉宁啊 你老师 为什么你这样的样子啊 有些人又说 为什么你这么怀念他 为什么不死啊 或者最惯狂的一个就是写明呢 因为以前他被人挟持着 拍了一些裸照 他就问他 你那些裸照 英雷王没有看过 这些就是恶狂的 不当野网问 这些所谓五毛 是吧? 就是你自己这帮恶狂 第一个已经做到一个大件事 就是你用国内犯法的东西 你都敢做 你去Facebook 好像有人在Facebook留言 那么直到这一分钟呢 刘嘉宁在Facebook那段悼念啊 英雷王那些偏引 偏吻呢 都还没删的 那相当的 我都挺好事啊 不过当然不知道 定了多久啊 是吧? 那我也不知道 刘嘉宁小姐 现在在特国内有多少生意啊 但是其实就不关那些网民事啊 那现在你说 我们国家这个副主席是吧 是吧? 王岐山也去了 是不是? 那你为什么那些网民 会去王岐山留言呢? 是不是? 这个也很微笑啊 平时你不会 应该去刘华言的嘛 去王岐山那儿 那我为什么不留言呢? 那这个就是一个挺搞笑的东西 那刘嘉宁就... 她是1965年出生的 那她的父亲就好像叫做刘桂明 刘桂明是一个龟角的华侨 那就是大Q价啦 华侨在文革年代是一个都挺大的名词 那她老母就是一个苏州画师来的 叫王福梅 那他们就是1965年就出生了 那就是一个文化大革命 我想都应该都... 他老爸都挺头疼的了 所以他这老爸就70年代就... 76年就逃离香港了 有机会就逃离香港了 为什么呢? 你怎么说呢? 大陆是死症来的嘛 文革年代一定被人逃到悲喜 接着由七八年呢 她就带了她老婆 跟刘嘉宁和弟弟刘家勇呢 就来香港 那就是四年之后呢 就是刘嘉宁去考无线 那我... 之前一年我记得好像她七八一年都考过 那就是说她的广东话还没得到 但是刘方刚呢 就是以前王淑仪的老公 就是第一任的老公呢 就对她觉得她很有前责 就叫她回去练一下广东话 第二年一定收她 第二年广东话收了她 那从此刘嘉宁的生命呢 那就是叫做有一些很大变化啦 是不是? 那虽然都... 她在电视界的成就 我不知道有多少成就 但是至少能够换取名气啦 是不是? 换取名气之后就很多人 刘嘉宁会选择一些比较有实力的男朋友啦 这个都是当年她很... 我不知道是不是引以为傲 但是很多令人来茶喻饭牛都说的男朋友 那我就照我所知 他其中一位第一任男朋友 还是最早的男朋友 就是一位列马斯的儿子来的 那接着就先说一下 许晋康 接着就... 有没有转过刘昆明 我忘记了 接着就... 当然很快就呈陷梁朝伟啦 那直到今天 那刘嘉宁还没断过匪民的 那就是那时候也有说过... 嗯... 也有很多男人名字啊 以前我也记得 那当然这个也不重要 这个周恩人都是煲水 啊... 但我又想说一下刘嘉宁就是 他就是... 他就是知道... 性格 以前听到前辈子讲的 他... 他的人很清楚很清晰的 就是... 知道下来香港的目的是什么 喏... 就是他就知道... 要脱离贫穷 是吧? 那... 就是那时候... 他老爸... 他老爸归国华僑 就是那些... 绝对... 绝对不是根正绵容 所以他... 他知道一定是大陆没关系 那他就下来香港啦 那他做... 跟着他... 他立志又做明星 做完明星就不同了 是吧? 那... 那... 我想他也是初当岁月的 我想他也是想介入浩门的 是吧? 可能许晋亨事件之后就... 我不知道是否梦醒还是怎样 不清楚 啊... 总之呢... 就... 当年他就因为陪... 许晋亨任马祥就被无线雪藏了 他告了病假嘛 你记得这件事吗? 我当年我小时候就很... 都挺轰动的 这些消息 就是那些人来骂... 刘嘉宁说他没有什么职业操守 你... 拿色这副 原来陪你男朋友任马祥被人拍到 任马祥就很难拍不到 尤其是明星 我不知道当年是否厉害 大家都厉害了 这个典故 当然刘嘉宁不是清楚 真的清晰的 刘嘉宁是很清晰的 刘嘉宁是很清晰的 是吧? 那阿飞正传就... 应该以为是最佳女主角 就是最后都输了 好像输了给阿Dudu 接着就做... 做过什么戏 但是又很深刻 或者那一部 《上海皇帝》 我也觉得挺个人的 就... 几个人来那一部 他也做得挺好的 接着就... 近年是《敌人杰》 当然《敌人杰》是... 你说做得好还是化妆好 我就不知道了 见仁见智 不过就证明他都是... 近年... 就是很多戏 你都是必然里主角 包括你《明日战》 都会见到他的 或者... 阿法哥復出那一部 那一部... 那一部叫什么? 那一部... 那一部... 《赌场风云》 赌场风云 又有他的啊 就是证明... 就是可能现在觉得 和阿法哥对称 阿Dudu又不会做电影的了 可能只剩下刘青云 不是... 只剩下刘嘉宁的啊 就是这样... 不要看过了 所以刘嘉宁就... 就是变了很多... 都还... 有些戏要拍下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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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他的拍戏... 我想都是不自在的 我猜他都... 就是... 我想他做生意啦 是吧? 他懂得这么多有钱人 是吧? 那都... 挺... 挺... 怎么长袖羡慕呢? 那现在近年大陆就... 就是这个... 他有时候说他做很多生意啦 有几个亿啦 那我不知道啊 那我... 那我... 就是这个... 这些我... 因为我... 我往往跟明星啊 我就不会数他身家 不过...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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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就是... 這次英雷宏這件事 她都做回一個有良知的人 到今天 當然她還沒表態的 也沒有說對 遇錯了 不要啊 羅家英跟得這麼貼 第二天立刻認錯 那可能 羅家英不同 羅家英有阿姐 監督 沒得不認錯 反而可能劉嘉玲的男朋友就是梁朝偉 梁朝偉不准大家一起不回大陸了 他們倆家財也不知道有多少錢 那就不是五斗米折腰了 雖然劉嘉玲的感覺都很猜難 但是 可能有錢就不害怕 不知道她跟梁朝偉有沒有別的國籍 可能有都不奇怪 可能有都不奇怪 但是不知道 至少當年她結婚她沒有回大陸 她不單結 這件事都一時佳話 就是剛剛說 柳家英跟坡 但是她也沒有回大陸 所以她都有rotend 她 但是妳不再說 她沒有回大陸 因為她的感覺搜集中 去了她的經濟區 她有很多很快 她的很快 她真的又有很多很快 去找她去找到眼睛 她有很多很快 她的牽涉說 她的包子 她應該是有很多很多小孩 就是一个很清晰的人 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所以这次直到很多人都以为他第二天就跪 谁知道到第二天 不知道第几天就还没跪 究竟跪不跪也是一个不是 当然你说他不跪 香港人当然会对刘嘉宁有些多小好感 因为刘嘉宁近年都是主政大陆就很少 不知是香港做了什么 是吧 只要可能拍一下电影 过一下人 你说是否他真的可以赚钱 我就有两题 我也觉得有两题 不一定是我们心目中这样的 不过他至少今次做一些港人 因为我们近年都没有什么港人话 讲鬼话就听很多 是吧 像罗嘉宁一样 七下七下 他都怕死怕得这样 你何况 第一人以为刘嘉宁都怕得暈的 我不知道刘嘉宁有没有做什么凌波 温州那些政协 我不知道有没有 可能没有 就是没有查 但是你会觉得很奇怪 就是他竟然一个 就是怎么说呢 连续两个都是内地出生的人 都歌颂英女王 罗嘉宁是内地出生的 但是三岁来香港 刘嘉宁应该十一二岁来香港 但是他们两个都是由共产主义 走入资本主义 竟然会受到资本主义的分途 爱上他们的领头人 这件事就 就是有时候你不得不佩服 英女王的魅力 是吧 就是你小时候学习那些东西 那一套东西 是吧 正路就不应该发生的 都发生了 但是当然 近年这个 政治出得这么敏感 你就变得比较难搞一些 所以嘉宁姐 我想她就投行的 不过我想 以她的家财千万就掉了 最后她就不干了 是吧 她的气露都不是那么 其实气露都有一些狹窄的 近年 是吧 大陆的气露未必适合她做 那钱就上了岸了 怎么办 我希望她支持到底 尤其那些网民这么狹窄 说回东周巷 觉得是狹窄 含家带那些狹窄 真的是 不肯死都没什么用 是吧 说到这么独 嘉宁姐 既然是狹窄 但不要狹窄让我看 如果你狹窄让我看 我也没有狹窄说 既然是狹窄 那些狹窄 就是最好 当然你 你去到尾 有没有那些西環的人 让我叫她录一段片 缓和一下国内网民的情绪 那我不知道 但是 至少她够狹窄 不狹窄 可能她也不可能 可能她 我不要让我猜她 现在不狹窄 什么事 希望不要让我想到这样 好吧 今集就讲到这里 接下来就继续和大家讲笑话聊天